各位晚安 欢迎回到今天的都市少女 上周其实发生很多事情 关于老板呢 看到上周的节目主题 他好像觉得跟以往风格比较不一样 好像是为了满足了自己的私人的欲望 所以呢 他决定把那个节目砍掉 让我们再次回到棚内 进行不一样的主题 进行不一样的新闻 那今天呢 特别不一样的是 我们请到了特别来宾 欢迎我们的 谁 都市少女 这边再一个好不好 都市少女 都市少女 这次我们请来了专业老师 为我们进行各种不同的分析 让我们欢迎鲁杜老师 谢谢嘟嘟 谢谢各位老师 我是今天的鲁杜老师 风向星座的牡羊座 天蝎座跟水瓶座的逆行 加上天王星跟水星的相互碰撞 还有一些地形引力 还有台风的加持 所以这星期呢 很多的星座会进行一个不一样的大命转 好谢谢刚刚鲁杜老师为我们进行的星座分析 那我们马上进行今天的第一则影片 来自 IG老师居然有人能有两个阴道 这样他的句点也会有两个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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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会比较小 宝贝今天觉得右边比较爽还是左边比较爽 对 至于两个阴道这种身体体型 我觉得还是邀请我们的鲁杜老师 用他专业的看法替我们解答 谢谢嘟嘟 谢谢各位 这一周呢其实我刚刚有说到牡羊座跟天蝎座 但其实呢我也特别要提到水瓶座 像刚刚影片中的这位小姐很明显就是水瓶座 为什么呢 阴道瓶子是不是非常相像呢 我怕给大家 oh my god 就像刚刚影片中提到的 其实呢它还是只有一个子宫 但是它天生会有两个道口 因为天蝎座与金星像的星座 两个人互相碰撞 加上台风的来袭 产生了化学反应 哇 谢谢鲁杜老师为我们的讲解 啊谢谢谢谢鲁杜老师 就像他刚刚所讲的 oh yeah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下一则新闻 只像这些动漫有时候奥运会 怪兴奥的 下一则新闻呢非常有趣 是关于前一阵子非常轰动的东京奥运 这次东京奥运 由于遇上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是有史以来人数参加最少的一次 但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防疫旅馆啊 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 因为防疫旅馆还有现场表演 还有现场人管控制的关系 所以也是预算花费最多的一次 沙发人物制 史上最多动漫元素的奥运会 冠军选手全都是中二宅男吗 让我们看一下 而且不只是体育动漫 只要有些许相关联系 主办方就有办法把比赛和动漫结合在一起 这首主题曲 伴随着很多人走过了青春岁月 播出的那一刻 满满的都是回忆杀 相信如果湘北高中的球员们继续打下去 有一天一定也会入选日本的国家队 想到动漫你们想到什么呢 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排球少年网球王子鬼灭之刃 火影忍者排球少年网球王子阴幕花道 火影忍者排球少年网球王子阴幕花道 火影忍者排球少年阴幕花道鬼灭 啊 阿杜老师你怎么看呢 谢谢鲁杜老师刚刚特别的就场 想到动漫各位想到什么 还就是要连火影忍者鬼灭之刃 动漫漫落个小心 没错 五大动漫要素 各位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次东京会特别的跟动漫结合 因为日本悠有的历史 它能传遍全国 就是因为它的漫画跟动漫的技术 所以讲到动漫 我希望各位能更加专注动漫文化 下一则新闻 下一个网路新闻是来自 Zack Zack 这来自Zack 刘大全 带来的是 零件的差点被靠上 这个他这个表底下的不好 Zack 刘大全 干嘛骂人啊 Zack 刘大全的 魔术师vs警察 我们来看一下 Z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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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叫醉了 鲁多老师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谢谢Dudu 鲁多鲁多 没错 我是鲁多 直接换是logan 直接人色唇变 你是不是很辛苦 为什么他有口红柴啊 鲁多鲁多 他没抓你这样 直接 西菊老師這個不準怎樣 直接口頭盤 L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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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Ludu 謝謝盧督老師 沒有啦 我有口頭 有有 這是我 我想劉大全應該就是AB型 AB型雙子座 我一看就沒錯了 Ludu 謝謝盧督老師為大家的分享 Ludu 誰 為什麼會有盧督 那接下來就是上週的第二名 外商公司的 Walk from home 辦公室最討厭的同事 來自愛斗 為大家看一下 我很喜歡取英文名字對不對 比如說人家叫Vivian 我說我不懂你為什麼取英文名字 你要把它翻中文 薇薇安 Frank 法蘭克 在捡我的漢堡牌的時候 我的漢堡牌快熟了 就啪啦 又丟了一個生肉片下去 我傻眼 我跟老闆家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把生的跟熟的混在一起 老闆就看著我說 等一下就熟了 我就離開了 他說先生 你還沒付錢啊 我說 我現在給你錢 你等一下也是花掉 他說 好有道理喔 那接下來呢 下一則網問影片 就帶來上週的第一名 這次的影片非常沉重 是關於一件社會案件 來自異色檔案 你的姿勢給我注意一點 我真的太色了 來自異色檔案 10歲男孩去了廁所後 卻再也沒有回來 曾文青的隨機殺人事件 一位10歲無故男孩 遭到失業男子隨意的圖示 他被逮捕時 竟然說了反正不會有事 殺人不會判死 男孩知道 這一天媽媽會來接他 於是就一如往常 到湯姆熊歡樂世界消磨時間 當他玩得性智正高昂的時候 一名叫做曾文青的男子 身形壯碩 走進了湯姆熊內 初光眼鏡底下雙眼 不斷地在店內來回掃當 掌醒清潔婦人 照例清理廁所的時候 發覺南側的最內間 廁所裡面的門是開開的 地面則勝出暗設議題 他好奇地走進了一看 這一看 嚇著他丟下了手中的拖把 連滾帶爬地逃離了廁所 封捨檔案主持人說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以來 都沒有新聞敢報導 畢竟當年可能關聯到了 廢除死刑 還有等等社會議題 但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情最讓人感傷的是 他因為不想要存活在世界上 卻沒有那個勇氣想要自殺 所以自殺 所以決定隨機選擇一位小孩 其實那位小孩一開始的時候 是逃脫這個魔掌 第二次的時候 因為受不了遊戲卡的誘惑 所以進了廁所 因為曾文青不敢面對死亡 所以決定處決別人的死亡 來為自己帶來死亡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件 非常痛測人心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我想請魯杜老師為大家做一個結尾 謝謝 魯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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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杜老師已經 有點魔化 大家注意一下 還有這個狀況 魯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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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觀眾